观察折网报道 原已就新一轮车牌冲突达成协议的科索沃地区风波再起 随着科索沃当局 单方面将警察部队开入赛族聚居区 当地安全形势不断恶化 塞尔维亚总理安纳布尔纳比奇发出警告 称科索沃处于战争边缘 据金子俄罗斯12月9日报道 布尔纳比奇称 当地安全形势不断恶化 北约领导的维和部队没能完成使命 塞尔维亚将寻求让他们自己的安全部队重返科索沃 他表示科索沃局势已被推向战争边缘 库尔地领导的科索沃当局 每天都在违反库曼诺夫协议和布鲁塞尔协议 布尔纳比奇指的局势恶化 指的是本周由科索沃当局的警察部队挑起的多起事件 据塞尔维亚国家电视台报道 这伙人无故对一家幼儿园发起突击搜查 还来到一处在当地颇有名望的家族酒庄 偷走了那里的全部库存一共42,000升葡萄酒 布尔纳比奇表示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 塞尔维亚有权在该地部署多达1000名安全人员 因为北约驻科部队没有履行其义务 当地的塞族人感到不安全 塞尔维亚科索沃事务办公室主任佩特科维奇 也谈到了塞安全部队重返科索沃的可能性 他指出科索沃当局动用数百名全副武装的特警 对米特罗维查进行了实质上的占领 佩特科维奇还警告科索沃当局 背后的西方势力亚历山大无其其总统说 塞尔维亚不会允许该地在发生另一场 集体迫害时是绝对认真的 他同时强调塞尔维亚既不想也不会采取 可能导致当地紧张局势和新危机的步骤 迄今为止 塞方已履行所有布鲁塞尔协定规定的义务 而科索沃当局却拒绝履约近十年 对于近期发生的冲突科索沃当局的解释是 塞尔米特罗维查的部署是预防性的 是为执行科索沃国家机构的法律和决议 实施的必要合理和合法措施的一部分 他们有权控制安全局势并在全国执行法律 科总统奥斯马尼还称塞尔维亚警方 永远不会回到科索沃 塞尔维亚的声明是霸权弄和侵略威胁 欧盟发言人斯塔诺表示 欧盟关注事态发展 谴责一切暴力袭击 他强调塞科双方现在应该把重点 放在关系正常化谈判上 这对双方的欧洲道路和平息当地局势至关重要 俄罗斯驻塞大使则指出 科索沃当局的行动 相当于对塞尔维亚人的恐吓和压迫运动 目的是在西方的容忍 甚至支持下夺取塞尔维亚人占多数的国家的控制权 他说西方当然不关心执行他们斡旋达成的协议 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为他们支持的一方争取时间